卓西湘工作在去年办理第一届的木雕艺术奖广述好评 今年在疫情稍微取款之后 9月份办理第二届的木雕艺术奖 进入这个决赛的有10位艺术家 他们将在7天之内呢 以林务局提供的两公吨红块漂流木来完成创作 而在9月30号则会公开作品展览及颁奖典礼 一块一块的木头注立在一路杆布农部落里面 这里即将就要办理的就是神音之乡木雕艺术奖的活动 9月14号办理开服仪式 乡长李必贤说 去年办理第一届的木雕艺术广述好评 今年疫情缓歇 在9月份再次办理第二届的木雕艺术奖 去年我们发现他们所做的作品非常有价值 而且都能够掌握我们远住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特色 所以一致的要求我们是不是再办第二届 而且这些作品珍贵的作品将来啊 我们如果放百字在行政大楼 还有未来的这个产业行政中心 他们会不够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些愿意来帮我们的这些大师来做 把他们的作品留下来以后 我们会呈现 这一次进入决赛的有十位艺术家 他们将在七天内 以礼物局提供的两公顿红筷漂流木来完成创作 不过艺术家都表示 筷木还真是第一次尝试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 他第一次看到我头痛 真的头痛 要怎么做 后来我就在研究啊 在研究要怎么做呢 就讲到一个这样 自然就好了 十位的原住民族艺术家以及木雕好手参与现场创作竞赛 以藤爱自然界灵木以及原住民族文化为进行主题的创作 展现台湾灵木珍贵的好特色 创新产业文化特色以及永续环保教育理念 进而打造聚着西观光视野与原住民族的艺术 接着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